我現在在警察局 剛畫完壓而已 蓋一張 蓋了好幾十個 因為他這個偵查不公開 所以我們不能在警察局裡面 做任何的拍照錄影 會犯法律 會觸犯法律 就等一下再講 嗨 大家好 我是一生 剛去玩警察局嘛 就是做那個筆錄 他外面有點吵 我先把他拉下來 等一下再講 就是去警察局做筆錄幹嘛勒 就是他說我這個上面有這個 叫做什麼 抽抽熱也就是動動熱 這個東西在台灣 他說娃娃機的話 是在半年一年前開始流行的吧 其實這種東西層出不窮啦 從以前 就一些類似祖國的東西 可能是代價物 裡面可能是一個垃圾 就是一個空罐 然後裡面是做一個彈跳台還是怎樣 那你彈出來以後 給你一千塊 給你兩千塊 給你三千塊 那你可能才花十塊錢 你就出來了 也有可能你花了五千塊 他還是出不來了 好幾個洞 夾克要想辦法 讓物品翻證掉下去 本身技術要比較好一點 他只要有辦法把他帶上來的話 他就可以抬出去啦 今年上半年 所以就是 一直變來變去 那現在就變成這個 那這個的話 我為什麼被叫警察局 不只我 很多台主都被叫過去 他的玩法是什麼 玩法很簡單 玩法就是說 都我自己是怎樣 那大同小異啦 我這裡有寫嘛 夾出兩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抽一 玩一次抽抽熱 剛剛警察局做了好久的筆錄 我有兩台啦 那兩台就可以搞我半天 看來我的防禦還蠻強的 大家有吃過這個阿翰爆米花嗎 這個其實還不錯 蠻甜的 然後 兩台難出啊 出了有沒有 現在已經打六十塊出了 隨便拿好不好 有沒有 八十塊出兩樣 那要出了兩樣以後咧 我就可以抽一個洞 好我舉例喔 隨便抽好了 好玩一個遊戲 抽多看 哎呀 叉叉就是沒中獎 對啊 就每個人玩法不一樣 然後中了就可以拿上面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遊戲 那現在他就說 你這射擊賭博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用這個東西去做步伐 也就是說 他有的是裡面可能鋪一片 衛生紙 或鋪一片牙籤 就十塊錢的牙籤 十五塊錢的衛生紙 牙籤 鋪滿滿的 然後你只要夾出來了一個 你就可以抽一次 大家抽的上面的東西 就不是這些垃圾了 我這個都八十塊一百塊了 然後抽出來 他們上面放的東西都是一些 一千塊的公仔 兩千塊的公仔 五百塊的公仔 好多一些正版 那這個是不是賭博 那十塊錢出來 上面就有機會中一個一千塊 那當然 確實有一個 一點點投機的情況在 但是這也是要看你怎麼做啦 有的人他就不會放那麼貴的 或者是有的人 他們調的比例是調的剛剛好 問題就是有很多笨蛋的柴股 會調的就是讓人 啼笑那種 因為我之前去內湖啊 我就玩到啼笑 說我今天做好運的 豬龜啊 豬 豬老千啦 蛤 不好意思 他全都是衛生紙 然後我打出一丟衛生紙以後咧 吼 然後 我就抱了十幾個衛生紙 還輸了三四千 我就這樣抱十幾個衛生紙 這樣走 對 走在路上跟白癡一樣 然後我還輸三四千塊 對啊 那那然後 我打電話去罵 然後他就送我 送我一個什麼A賞 一番賞 A賞什麼的 就 我的心情就好多 不然我原本我也要去找警察 對啊 但我覺得他們現在這邊 反而不是那個 我們這種 夾克輸了錢 跑去報警 我覺得應該是競爭太激烈了 就是 有本事就做自己的嘛 但是他們就不做自己 就是喜歡 同場的場主啊 隔壁的場主 檢舉來 檢舉去 檢舉來 檢舉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是檢舉舉多 然後警察也說這個是檢舉的 然後警察說 他們警察也覺得蠻無聊的 因為我們那一個人做筆錄 像我剛剛做了兩個 我那蓋印章吧 筆錄做 我才做這兩台機器 我又花兩半小時了 不只我 我們光這幾場就十幾個人了 光這條小街而已 那還有台北、桃園、士林、林口 什麼全台灣其實現在都在搞這個 那 僅力的一個資源耗費 我覺得啦 如果說你今天 商業出來什麼 要來罰這種東西 說什麼 真是賭國什麼的 欸乾脆娃娃機全關掉好了啦 那門都拉下來 不要做了嘛 全台灣不要做 為什麼不要做 那誰 泰國就沒做啊 對不對 泰國 泰國的國王 他們說什麼 有一天泰國的國王 然後出來 然後又打 欸呀幹什麼出出來啊 喔那天真的 然後泰國國王說 你們這就是詐騙的東西 全泰國禁止娃娃機 對不對 全台灣禁止娃娃機 不要有娃娃機 這樣就好了嘛 啊你再 又不禁 然後現在又搞得這樣 大家互相檢舉來檢舉去 檢舉來檢舉去 那我剛一去 那警察又說 你要做一年老 齁 你這個用不好的話 那行責是一年以下的坐牢 這樣子 對啊 但是 但是 有這個必要嗎 對不對 這個 完全 不能說完全沒有投機的心態 但是我 我自己的設定 是沒有一個投機的心態 因為我不是放上幾千塊的東西在給人 我是用什麼 十塊錢 換一千塊以小火大 但是警察他們就 剛是有 審問了一個問題 但是偵查不光他 我不能問 講出他問了我什麼問題 但是 他甚至有幾個問題啊 挖洞要給你跳 就說 欸那你這樣 十塊錢 能不能賺到 賺到一千塊呢 喔 欸 他是有這種問題存在 就問你說 欸你裡面的東西多少錢啊 那你保夾多少錢啊 那你上面的東西多少錢啊 那你的玩法是怎樣玩的呢 喔 怎樣 就是 問一些那種基本的問題啦 就照你的回答嘛 那 因為我不認為我是賭博 那你要說 我這個 用個小金牌 然後每個月 常賠錢 生意不好 所以才會做那些有的美的活動 那 那 要說這是賭博的話 那我就不要用就好 甚至不要做就好 因為 對於我阿姬 對於我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 真的是好玩而已啦 我也沒有在賺錢 有的時候拉出來 我一個月繳他 給他繳四五千 我那拉出來裡面才一兩千 對啊 那有 反而是認識朋友 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娃娃機 由 我以前剛開始接觸娃娃機的時候 那時候是蠻熱鬧的 這裡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來 轉一下 轉一下圈圈 這裡可能就站了四五十個人 然後大家在玩 然後很像 很像當兵有沒有 全部都是男生 然後一堆男生在那邊聊天 啊 你昨天 去哪裡啊 你吃了什麼啊 你這個娃娃機 怎樣打比較好打啊 從五歲的小朋友 到五十歲的小朋友 到大人什麼的 全部都會在這裡聊天 我在聊家裡 怎樣啊 有什麼 生活有什麼困擾 什麼的 有聊到變朋友 我去旁邊買大蒜 他還抓一把給我 之類的 就是 有的時候我覺得交朋友 還比較重要 你付我用這個賺錢 我沒有用這個賺錢 現在娃娃機 早就不太好了 我一直要搞出去 也有了 沒了 我也是看別人做 跟著做 沒想到今天還是收到這個 第一次因為娃娃機 跑去做比錄 所以 我覺得 蠻無言的啦 就是你要嘛就不要開了啦 全台灣就不要有娃娃機 要嘛你就 把規則講清楚 到底什麼能做什麼 不能做還是什麼 然後也有一些人說 他們監舉就是為了要讓我們 這些小台主 場主 可能跑警察去 跑來跑去 覺得麻煩 就不會 就不做這個 然後也不會搶到他們生意了 那其實這蠻無聊的 只是接下來 接下來到底法院 會不會傳喚我 出庭或什麼的 那我就不知道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你們不是真的是很惡意的 或者是 欺騙到了夾克太多的錢的話 我覺得應該都是 都是還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害了夾克輸了很多錢 還是怎樣的 那就真的你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那 就變成是夾克對你 所以那 那現在他們那種有的檢舉 他們是匿名的 不具名的檢舉 他們就是 經濟部 經濟部去對你嘛 因為就 刑法的一個詐欺 所以刑法就不是 或是檢舉者對你 對當事者 或是商業處對你 這樣 不知道你們覺得沒有東西 OK 喜歡網邊記得按讚 今天分享 總之結論就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會不會 再守到法院訪問 或者是 當然 祝大家好運 就這樣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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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